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9岁去世 在位时间长达61年的康熙皇帝准能轻松夺冠 好好活 慢慢过 拿个冠军 挺不错 在位这么多年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 有没有干过一些让人听了立马献上膝盖的事呢 当然有 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他干过的被人津津乐道的三件漂亮事 第一件 秦敖拜 敖拜号称满洲第一猛男 曾跟皇太极一起扛过枪 占过岗 并且获得过无数军功章 我拳打海贼王 脚踢灰太郎 活捉喜洋洋 暴揍光头墙 康熙皇帝即位时年仅八岁 敖拜成了辅政大臣 但这家伙十分霸道 整天拿康熙皇帝当空气 哼 大清皇帝算个屁 天天被我当空气 被马仔瞧不起 康熙皇帝内心受到一万点伤害 但如何才能制服敖拜呢 康熙皇帝灵气一动 想到一个怪招 他找来一帮比套马的汉子还威武雄壮的小伙子 天天脸摔跤 摔跤吧 兄弟 敖拜还以为康熙皇帝是个不务正业的体育迷 完全没把这事放在心里 祝你们早日在奥运会上夺冠 借你几年 待时机成熟 康熙皇帝布下天罗地牙 然后照敖拜进宫 没有一点防备的敖拜前脚刚踏进宫中 后脚就被练习摔跤的那帮小伙子困成粽子 年纪不怎么大 套路蛮可怕 随后大臣们一口气给敖拜裂了三十条罪状 暗律应该把敖拜拉出去枪毙 但康熙皇帝念在他曾立过大功 便改判他终身监禁 第二件 平三番 清军刚入关时曾封三个明朝降将做番王 三番手里有人有枪 康熙皇帝担心他们坐大后 hold不住便下令撤番 番王不可信 早出早安心 三位番王中的扛把子吴三贵当然不干了 第一个超级家伙反了 撤番不是出对象 你想怎样就怎样 吴三贵为了增加胜算 还拉着另外两个番王一起造反 其中一位番王虽然不愿入伙 却被坑爹的儿子软禁 然后带着他的团队与吴三贵一起反了 正当吴三贵跟清军死磕时 没想到他的两个猪队友因为干不过清军 双双投降了 吴三贵只好独自扛起反清的大旗 不久他在湖南强行称帝 并建立大州政权 但可惜的是他很快就病死了 没有吴三贵主持大局 继承他皇位的孙子不久便兵败四杀 至此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 结局早注定三番不会赢 第三件收复台湾 早在明朝末年 荷兰殖民者便抢占了中国的宝岛台湾 这一战便是三十多年 明朝灭亡后 有个叫郑成功的名将 说啥也不愿意给大清打工 但他又打不过清军 为了找个容身之地 他便决定夺回台湾 成功出马 马到成功 郑成功三下午初二 便打跑了荷兰殖民者 并收复了台湾 不过没过几个月 他便去世了 等到他孙子接手台湾时 康熙皇帝认为 是收复台湾的大好时机 于是便派人攻打郑成功的孙子 郑成功的孙子 打不过清军 只好投降 康熙皇帝轻轻松松 收复了台湾 秦傲拜 平三番 收复台湾 对于康熙皇帝而言 都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 但有一件事 却让康熙皇帝十分头大 到底是啥事呢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康熙皇帝是一个文治武功 都非常了不起的皇帝 在文治方面 他勤政爱民 积极笼络汉人 大力发展经济 在武功方面 他勤敖 平三番 收复台湾 并且还曾挫败 沙皇俄国的侵略 三征格尔丹 他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 也是康熙盛世的奠基者 难怪会被人尊称为千古一帝